为了解决三明区大顺路的交通通点 在今年的7月打通了隆德新路 开辟了隆德东路直接延伸到民族路 现在已经全线通车 交通局经由观察通车后的路况 将红绿端调整改成了短周期 减少了大约一般的等待时间 那这一段的路段呢 我们当时的设定的号制呢 是希望跟大顺路跟民族路都能够对齐 所以号制的周期是才180秒的设定 那不过因为在开通的初期 还有民众还不是很适应这条路段的使用 所以车流量比较低 那所以我们也逐步把它调整 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已经把它调整成 是半周期的设定 也就是说红绿灯一个周期是90秒 那民众呢最多呢 等红灯呢只会等到50秒 那这样也能够舒缓整个的车流 也因应现场的路况来服务整个道路 原先要等90秒的红绿灯 可能因为新路还开通不久 车流量还不太多 所以会让驾驶们体感有空等的感觉 而且炎炎夏日太长的秒数 机车骑士们可能会被烤得受不了 所以现在直接减半的停等时间 未来还会持续的监测路段车流滚动做调整 我们会逐步来调整 那因为号制它的周期的设定 有它的配对性 所以它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30的一个比例 所以目前是90秒 然后我们逐步会放大到120 150到180 那当时的180的设定是希望呢 它的号制能够同红同绿 也就是说在整个大路段的部分呢 中间不用来停等 因为隆德东路是新开辟的道路 它可以串联博外大顺自由 更快速的通往民族路 所以高雄交通大队也在三个重要的路口 设置了交通绍口 加强疏导车流 即时的排除道路状况 维持交通顺畅 以隆德以及民族隆德 这边我们各有一个港哨 那这个港哨是交通港 我们定港的部分 那我们在每天 我们有分平常日跟立假日的部分 平常日我们是7点到9点 那下午的部分是在17点到19点 这个都是交通尖峰时刻 那另外假日的部分 我们是在这个8点到10点 以及下午的16点到18点 这是警力的部分 民族隆德的部分 我们也都有部署各一名的逸交 那所以这是定港的部分 定港他们可以 及时来监控这个车流的部分 现在只需要转接通过隆德桥 就可以直直的开往隆德登陆 快速的连接民族一路 避开掉永迟的车流 鼓励民众多加利用 耗置与路况未来也会持续的观测 检视做调整 记者参军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